去叫小艾子吃饭 伯伯 吃饭了 伯伯 听见了吗 吃饭了 起来 我叫 伯伯 开门 丫头 吃饭了 听见了没有 你以为你是公主还是老太后 吃饭还得三请五请的 出来 我不吃吃饭 你个小丫头 你懂不懂什么是礼貌啊 你爸你妈你们老师教你没有 让你尊重长辈 我是你爸爸的丈母娘 你得管我叫姥姥知道吗 叫姥姥 不叫 我有姥姥 你个小白眼狼你 你病好了就不认账了 你那次病了上我们家 我给你熬小米粥 你管我叫什么来的 叫姥姥了没有 叫没叫 跟你讲我有外婆 我不想乱叫的 你那外婆是前外婆 现在是狼外婆 你说外婆是狼 我说我稀罕你外婆 你管什么什么呀 走 先给我吃饭 走 吃饭 你讨厌我不吃 不吃不行 行 你给我坐着 小东西你给我坐 我吃你做的饭 我妈妈做饭 必须做饭 好吃一百倍 哼 你妈做饭再好吃 她不给你做 你知道她连你都不要了 怎么着 你去找她家 我妈妈找外人去要回来 我妈妈愿意回来 你们都得走 小丫头 我告诉你 你妈要是回来 你爸可就犯了罪了 叫重婚罪 知道吗 重婚罪 你别说这个 才五岁 她五岁 三岁看大 七岁看老 这五岁 那心眼比七十岁的还多呢 她人事不治 这孩子我跟你说 小伯伯 混蛋了你 你说我们辛辛苦苦给你做的饭 想摔就摔啊 我跟你说 你整个是一个有娘生没娘养的东西 你不认识不治的你 你快捡进来 快捡 谁让你快摔的 捡 你回来 不管她这毛病 她反了天了呢还 你说我们辛辛苦苦给你做的饭 你就这么想摔就摔啊 犯了错误 成是错误啊的 不捡 不捡不行 不捡老子生气了我告诉你 气死我了快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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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得成人错误 捡她干什么呀 扫地 过来 嗨你个小丫头 跟你说 你知道你爸爸现在在非洲那天上飞呢 知道吗 你知道非洲在哪儿吗 那非洲在地球那边呢 那孙悟空翻根的翻好几天 你也翻不到啊 你现在裤子身子里的 你爸也听不见 我告诉你 你现在就得讨好我们两人 成是错误 要不然我没你好日子过 你成是错误你以后能吃饭 知道吗 你小丫头你 你别生气啊 这太缺教养那孩子 你哭吧 你哭碰了天也没理你 我告诉你 妈您别生气了 这看着也挺可怜的 要不我叫她去吃饭呢 甭讲 可怜归可怜 就这孩子那心眼比你多 不 他知道应该怎么办 这个家里头出的孩子 他首先他知道欺软怕硬 你说你对这样的孩子 你对付他你就不能心思手软 他拿你的好心当居干肺 你对付他你就得想个办法 你不能成天就这么哈着他 你哈着他你以后管不了他了 你以后那日子怎么过 我都替你发肘啊 这孩子必须好好管 你这灌着这毛病 你这次不完 那下次你都更管不了他了 你哭吧 别吃饭了 我告诉你 我给你戳主意 你待会把这家里头 能吃的东西全搁你屋锁上 外头一分钱都不能给他留 你看他饿不饿 你看他以后吃不吃你做的饭 我就不信管不过来了 收收收收收快 都拿走 都拿你这块的 拿着 走 你个小丫头 人不大 脾气不少 你说大人 辛辛苦苦的伺候着你 给你做饭 你这就得感谢我们 你不但不感谢 还学会了摔牌摔玩的 你知道你这什么行为吗 你爸爸整天在天上飞 你知道有多危险啊 你爸爸冒着生命危险 给你挣那俩钱 供你吃 供你喝 供你穿 你就这么报答你爸爸呀 你整个一屠才还命 你知道你这么做 你最伤谁的心呢 最伤你爸爸的心 爸 我看行了 你不教他做人的道理 他怎么能懂人事啊 去 问问他吃饭不吃 我去 伯伯吃饭了 伯伯 听见吗 出来吃饭吧 不想吃是吧 是不是想饿死啊 饿死就饿死吧 饿死就饿死吧 反正你也不是我们亲生的 饿死了我也不心疼 妮儿 咱们吃饱了是吧 走 睡觉 睡觉 那我们睡觉去了 啊 那我们睡觉去了啊 那我们睡觉去了啊 睡觉 睡觉 妈 这一晚上不吃饭能丑啊 一百个放心 我饿不回的 老师戴上啊 你看他说什么话症 老师戴上啊 我饿了 我饿了 我想吃东西 你们把东西都在哪儿了 好吃的都在我们屋呢 你想吃啊 可以啊 你先道歉 你得保证 你得保证 以后啊 不犯同样的错误 保证不刁难你阿姨 听你阿姨的话 我就给你好吃了 没事吧 没事吧 沉住气 还咪孩子有心机呢 听着 我都快饿死了 快开门 你也知道饿啊 我以为你是神仙的 不吃东西就能活着 你说 我刚才教你的话 我就让你吃饱喽 那儿 来 他是不是跑过来了 他是带着 他没那胆量 你这次就得 让他长记性 要不然以后 他更登 Saya自上联 你都没法管他了 老老了 我到我天 我又快饿死了 我错了 要吃东西啊 可以啊 你要诚心诚意地道歉 说不刁难阿姨了 以后听阿姨的话就行 我保证还不行吗 你说什么 大点声我没听见 我保证以后听阿姨的话 阿姨做什么我就吃什么 这才是好孩子呢 走 吃饭去 手脏脏会儿 筷子快点快快快 慢点吃别捏着 慢点 好吃吗 好吃 以后听话啊 慢点 没人跟你抢 一个一个吃